刚才去打包了一个米粉 湖南米粉 有点辣 今天这个米粉吃起来不错 比我在米粉街里面吃的那家还好吃 这上面加的有菜 辣椒炒肉 这一份才十块钱 这应该是腌的酸萝卜 不是很脆 近近的各位游客 当前时间段远远已晚 请示其他景区游玩或责任带来 给您带来的不便 请请谅解 现在已经进来了到越路山景区里面来了 大门口有个喇叭 然后在那说这个时段预约已满 然后让去别的景区玩 然后我就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进来 跟着人进来之后发现这边可以预约 然后就直接进来了 不知道为啥在门口他们说预约已满 这个操作真的屏蔽了一群不是特别想来的人 现在进去看一下吧 真是太搞笑了 没想到我会选择跑到长沙这边来爬山 越路山 很有名的山 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观景平台 好多人在这里 我们往前面去看一下吧 上山的时候忘了买水了 刚才在山上那个小麦部里买了一瓶水 猜猜多少钱 五块 山下卖两块 山上卖五块 谁让人家费尽千辛万苦用汽车拉到山上来呢 对吧 OK 差不多了 下山吧 本来想到这个山上拍一些特别漂亮的风景的 结果没有很惊艳 我去那个人在那喊什么呀 这个山上真的是没有让我很惊艳呀 就适合长沙市民周末节假日到这个山上来休闲娱乐 来爬爬山 爬个山真是吃尽了狗粮呀 我真是服了 哪有像我这种一个人来爬山的呀 我今天是从东门上山的 现在是从南门下山 到晚上这个山上还有灯 在这个树林子上面听到有小动物在叫 是松鼠在叫吗 从这个越路山南门下来之后 这边又是一个小吃街呀 到处都是卖小吃的 从这个越路山南门 然后下来之后这边 直接就到湖南大学了 买一个地铁票 4号线转 2号线 迎宾路口 3块钱一张 湖南大学站 长沙的这个地铁站 换成这个通道 高级呀 看着很有科技感呀 爬了一天的山 现在回到我小旅馆这边了 找个地方去吃饭吧 跑了一天了 爬了一天的山也没吃饭的 现在去吃饭 纯手工水饺 买个水饺 终于回来了 刚才出了地铁 在那个路上买了一个水饺 9块钱 韭菜肉的 吃着还行 长沙这边的物价 我觉得还可以 只要不去景区里面 在这些地方吃饭的话 我觉得价格都挺可以的 今天下午我骑着工晓单车 从我这里出发 去那个越路山 然后我从那个东门上去的 我去的时候五点半了 爬到山顶上都六点半了 我出去骑行三个月 也是经常在山里面推山的 在广西那边 见过了很多的山 今天出发的时候没有做好攻略 从东门上去的 到山顶上天黑了 然后下来之后 从南门下来 南门那边可能景点还多一点 但是下来的时候天都已经黑透了 什么也没看到 到湖南大学的时候 天都黑透了 就只能坐地铁 然后回来了 今天也没想吃什么小吃 就想吃个饭 太饿了 中午吃的饭 到晚上现在才吃上饭 现在是晚上八点半了 明天上午出发坐火车到武汉 下午三点多就到了 先去武汉 我们先找一个小旅馆 吃饱了